最近做了一些关于佳能和索尼的视频 然后很多评论区说佳能好丑啊 佳能塑料佳能垃圾 说的我自己都信了 那么我就给我的佳能阿五搭配了一个这样铁头的兔龙 这样看起来会更方一点 更加有攻击性一点 或者看起来更加硬核一点 更加男人一点 是不是男人就要用硬一点的东西 当然这个开玩笑了 其实我买的这个兔龙 其实是为了后面一些改装的方案 那么今天简单分享一下我上手的体验 首先这个兔龙呢 它这里写着它是阿卜26通用的 这个东西出了快两年多时间了 本身最开始推出的原因是因为 它想在这里做一个风扇结构 这有两个螺丝口 可以把风扇这样固定在这里 它是一个套件 这里有螺丝口有一个 对于这样的转接环 或者镜头的一个支撑的套件 这里要先吐槽的一点就是它这个设计 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里有一个巨大缺口 虽然从侧面来看 哎呀好人工啊 好人体工程学啊 这个角度看就是一个巨大的洞 你这样握持的相机的时候 你的力量就会有很多分摊到这个地方 就会撞到这个角上 结果你的手就会这样跟这个棱线顶在一起 很多人说佳能的手感不好 但我觉得佳能这个手柄本身的大小还可以 加厚了之后可能会我有点握不住 但本来当然是刚刚好 后面这个比较硬的凸起 没有尼康那么强悍 但是也是够用的一个设计 它这里的一个设计上的缺陷 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部分 因为佳能的这个上面是前波轮在这个位置 导致很多设计呢都会受到干涉 如果前波轮在这里呢 其实设计起来就容易一点 正常波轮加弹是这个声音 如果说我们去试一下这个波轮是这样的 就跟一个拉破量一样真的很难受 这点是特别不好的 其次就是这个m.fn这个键 这个键我自己用的是比较多的 平时如果说要切换视频模式 是点这个board 然后点这个info 这样子来切视频和照片的模式 但是如果说我做个快捷键在这里的话 我直接点一个键 我就可以在我记忆好的两个模式里来回切换 相对来说会更快捷一点 所以这个键对我说还是蛮重要的 但是这样遮住以后呢 其实手感就变得很差了 其次就是很重要的视频键 这样子虽然说你兼顾到拍照 你这个手感可能说我要拍照怎么样了 用兔龙的人肯定很多是要拍视频的 这个视频按键基本上是不太好摸得到 除非我用这个手势去拿这个相机 就是一个非常规手势的 我这个才能摸得到 正常的手势我是摸不到这个键的 我通过视频模式这样去捏这个键也是够不着 可能是我手比较小一点 如果是手大的问题就不是特别大 比较好的点在于这有两个冷靴 我可以加一些附件 比方说手提、麦克风、灯这些东西 而且你本身有一个热靴也没有被耽误掉 下一步打算考虑给大家安装的东西 这里我之前有一个散热1.0的方案 这里呢继续用它这个裸口改装一下 我把我的半导体和风扇都做到这里 供电呢就是下一步的问题 因为我现在买这个和我自己平时用的比较多的是 4K 120帧的一些慢动作 拍摄一些镜屋拍摄一些摇曳镜头 我觉得那样更加顺手 其用稳定器呢我觉得说更加灵活一点 当然拍长距离的视频我肯定会用稳定器 但是拍一些手持的摇曳镜头 我肯定会用这样吐龙搭配一些手柄去操作 这里说一下它设计上比较好一点是 它用的铝镁合金比较轻的同时呢 还有一定的散热性能 特别是夏天 急热效应非常激烈的时候 就你手很热了 然后你直接握着相机 热量传给相机 相机很热传给你 你手会越来越烫 相机也会越来越烫 那它这里做一个格局 就是你相机机身和它是一个向导电电开的 那相机这样不会传导给手柄 你的手柄呢也会隔着这个铝框 不会传导给相机这样 这个急热效应首先是会被下降的 那这里唯一可惜的就是它这个地方的凸起 对于我的手来说并不是很合适 那也是你每个人手感不一样嘛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当然整体上来说对相机也有一定的保护 这也是托容的一个作用 底下就是这样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能排回的七叔 记得查点赞并关注我哟